我那就是不想找比我岁数大的 那你假如说比你岁数大一点 但是他身体好 你说这活啥子怎么能管呢 孩子问你说句话 我们家不需要干活 这个做点饭 洗衣衣服 说说我这些 我们家我找我说实话 我不需要干活 做个化洗衣算了 不说说我 他们家忘了 这就行 山有目西目有之 心悦君息君不知 大妈隔着屏幕就对大爷一见钟情 一见面就忍不住往大爷跟前凑 跨在人家身强体弱 想留在大爷家办大爷左右 哪成想真情却被无情妇 却被大爷嫌弃捏走啊 我当天晚上看完之后 我说一句不客气话 就心里都睡不着觉 我就心急 急着不行了 马上就怕人接着 再看着我的老爷子 我这条件 然后我说赶紧去吧 当时11点多 我俩站档 等等那屋里 十八时也处的 中年男子 他说你想干啥 我说我在电视上 大姐相中一个老头 我心想我要是不来 别人要相中了吧 就错过这机会了 然后当时就点掉点泪了 我说就 就是说哪怕我给你归 那我也要见到这个老爷子 我说那个心情特别急 他说大姐那你得回去 今天休息 有事周一来吧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都说男追女合作山 女追男合曾杀 大妈坦言道 自个隔着屏幕 就对一位大爷一言中行 那心里头可是激动的小路乱撞 茶不思饭不想 夜里辗转难眠都是大爷的身影啊 当时报名的时候 都在单惊受怕被人家抢走了 毕竟好不容易迎来一次 这可不能千万还没想就出局了啊 尤其我看到他家那大白色呀 给我学那没法 老头俩 因为三岗算那大白色 我一看我就高兴 我这吃白的头道 这老头多大岁数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应该是比你小几岁 因为啥咱的 说句实话 咱这个年龄确实是 稍微有点大了 甘不担心 你说你是不是向第二台找去了 咱极其的心情我理解了 那你想不想 我说如果真见着了 老头是没相中的 没相中那我就自己 苦闷点也过去了 能接受吗 能接受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看到大妈这急不可待的眼神 整个红娘都心里厚怕 生怕万一人得给大妈拒绝了 人家的心里接受不了啊 都说女大三抱金关 就看大爷抱不抱得动啊 觉得不太合适 我挺忙的 那他那边还有些 你没处理完 所以我们俩就 那你这边 不能说来回跑跑 看看啥的 我这个没有失忆了 不去 就是把身子呗 失忆完把失忆了 要不想说麻烦老板呢 上回咱节目播出了 有一个大姐特别相中你 就是已经相中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是今天晚上播完节目 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我们电视台 就直接找下来了 就是找我红娘 说想让红娘就直接带着见你 然后那天呢 我们是周末 就没人上班 哎呦大爷急的 都快急哭了 就要见你 所以就看住你这个人了 完了 现在咱那个 让他来看看 行不行 行行行 没意见 啊 没意见 行看看啊 你还是缘分吧 对对对 看缘分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先前小编还在寻思呢 到底是何放神圣 能把大妈迷的神魂颠倒 现在已经到红娘 提到人家上次相亲 可也是把人家迷的走不动道啊 如今小编被主动投怀送抱 咱就等着看好戏吧 大哥 我们来了 来来来 阿姨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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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在街上看着我 阿姨在街上看着我 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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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介绍一下啊 刘贵妇刘大姐 然后李贵丁李大哥 不用介绍了吧 李大哥你好 李大哥对相亲一向很重视 这次得知刘大姐要来 他又提前把大姨叫到了家里 想让他帮着把把关 不过一看到刘大姐呀 这李大哥就失望了 我这个一打眼 我一看 体格太不好 太小了 面不那么嫩 屁股都老实说话吧 来了以后看到真人和电视 什么品你感觉咋样 跟电视就上次我看那个电视 基本上就一致 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 没有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属实不妙啊 屋外是飞雪飘扬寒冷寺 但是大妈看到心上人的那一刻 那这屋里就跟生了火炉似的啊 被问到对大爷的第一印象 人家的想法跟先前的二半无意 直呼百分之百的相中啊 倒是大爷那头却不尽人意 直呼大妈面向太老 都说女大三报金端 大爷是觉得这个金子不保值了 那来家里来 看看家里 看看吧 那我看看大爷 这是大燕蛾啊 前面这谁入国啊 这都种的葱啊 半楼子 半楼子 农村的都应该有的 这个生活还是不错 鹅 二小时 谁就二小时 外形又要成了养小猪 我看就啥啥都挺满意的 对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到现在 虽然大爷心有不悦 但仍然是耐心带人家逛了逛院子 看到这棚里养的一样 地里种植的各种蔬菜 大妈这心里头对人家的看法 是更上一层楼 直呼人家身强体重 就是咋看咋满意 但是不幸的是大爷对此的看法 仍然是原地踏步啊 是你们看那个养猪大后 那边你处理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我就想接着这个事 她也忙 我们也忙 我们俩也没去接 她让她来 她说她家有猪 所以说我们俩完全不联系了 是 她看中间非常细微 看她要求啥呢 要翻盖房子 我说翻盖房子 老伴说不是了 我就有想法 她还放在家干啥 都这么大岁数了 生不得来死不得去 就对我住呗 大姐觉得是啥意思呢 说她这个跟上次那个 大姐比的优势值 大姐不是要去翻盖房子吗 你也愿意翻盖房子 但是她的意思 她要是来这个家里 她就必须让你换这个鞋 挺好 对 那咱们就 有希望我先谈一谈 真是冷会里爆出热力子 一想不到啊 虽然说大妈嘴上是说着 对大爷一往情深 但这一张嘴就问到了 大爷上次的相亲情况 这表面上是关心慰问 可实际上还是害怕人家 背着四个偷偷联络啊 红娘见到大妈提醒了 上次的相亲对教 也是连忙夸起了大妈的优点 哪成想红娘这边医院厂子 大妈就是直接想要住家了啊 不嫌疚人家亲说 我是能干的 这五万能成八万 就是 孩子在这为难的时候 又有嫌疚人家 咱们拿出来 我看 不用 这个不用 你这个吧 别说不用 我那些孩子 我的朋友 别说不用 我就跟你说 你别打扰我这句话 你瞧 展现是挺好 以后呢 她这个儿媳妇 以后也发生什么什么的 这孩子整不了啊 阿姨的意思是说 万一家里需要她看孩子 对对对 你是不是得有个幸运的 就管理人 就是说成了 你说这孩子 就是以后的我 三年五年呢 我还能老了吗 各方面你都得考虑 是不是 考虑的比较长 各方面得你长考 尽头远看 我能理解 但又是对的 这都是人之常情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属实不妙啊 听到大妈讲述 自个的家庭情况 自个的儿媳妇 前几年得了癌症 大妈没少往外拿钱 大姨一听瞬间 就坐不住了 毕竟这以后 谁也说不准 要是到时候 俩人真的走到了一起 这大病小灾的 拿钱是肯定的 但搞不好 还得连累大姨啊 你年纪多大了 我今年 我手大龙呢 病大三岁 六十五 我六十八 那些说 二三报运转 过去也是那个说法 你大三报运转 过去老人的时候 过去老人 过去说话 过去啥的 就 楼在家里头 就像顶上路 那一句话 你只要领了干啥 直到回家 打你吧打坐外 现在已经没有那些想法了 我那就是不想找 比我岁数大的 假如说比你岁数大一点 但是他身体好 你说这活啥子怎么能管呢 孩子 我问你说一句话 我们家不需要干活 做个做点饭 洗衣衣衣 说说我这些 我们家我找我说实话 我不需要干活 做个化洗衣衣算了 不说说我 他们家忘了 这就行 人家没说 也不用干 我就是做点饭 大哥就想找一个 年轻一点的 就是你 你得老得快 你现在 他几个东西 就不来行 干 然后只是他 就放上了 见我来了 这我一直感觉挺高兴的 高兴 十万少了 好 你也走吧 好 谢谢大爷 拜拜 花开花 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夜 虽说大妈对大爷是使之不渝 一见钟情 二见清新 三见连洗铁都准备好了 但是纵使资格在付出真心 热乎的媳妇打包送上门 咱大爷依然是不需要不带花 最终也是乡亲失败遗憾归场 好 看 这